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叫Lala,我是EC Beijing,这是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的公关经理。 首先我想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抽空来侵听今天晚上天房夜谈的系列讲座。 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是北大北京大学的王林华教授,所以首先想感谢他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然后如果你们不太熟悉EC Beijing的话,我首先想说两句话,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机构, 然后我们可以,我想请我们今天的moderator就是江洁老师,北航大学的江洁老师, 就是我们上一次的讲座的报告人,请他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王林华老师。 首先关于EC Beijing,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是由位于瑞士首都的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和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机构 是一起联合成立的一个机构,于2013年7月份正式挂牌成立的机构。 然后EC Beijing这里于空间科学领域的多学科高学并研究,包括天文和天庭物理学, 还有太阳和空间物理学,行星科学等等,所以很多方面,很多领域。 然后我们就在利用EC,就是瑞士的机构的先有预议方式来举办一些很多种的线上和线下的活动, 比如我们有研讨会,论堂,工作组,还有科普讲座等等。 那我们今天晚上是我们的一个空间科学科普系列讲座,科普报告, 叫天房夜堂。这个是我们今年开启的一个全新的针对解除女性科学家的系列讲座。 然后我们会邀请一些解除的女性科学家来介绍一下她们从事工作的成就。 然后我刚刚说我们今天晚上是北大的王老师, 所以前话少说,我想请江杰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然后还是想感谢她们,感谢江老师和感谢王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邀请,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Laura,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天方夜谈空间科学系列科普讲座的第二期, 以后每个月都会有一期,我们现在预期是每个月一期,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 那今天的报告将由王林华老师为大家带来, 王林华老师呢,他是北京大学的研究员, 他在2009年获得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 之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空间科学实验室工作, 主要致力于日球层高能粒子物理的研究和仪器研制。 2012年他入选国家人才计划, 回到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院任教。 2015年他获得了第12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2017年获亚太等粒子体物理接出青年科学家奖。 那我们现在时间交给王老师, 有请王老师。 谢谢姜杰老师。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王文华。 王老师, 您把那个报告全屏一下吧。 我先听。 现在能看到吗? 现在很好。 可以。 今天晚上我报告的题目是从太阳爆发和地球磁暴。 那么为什么讲这个呢? 那么我从事的研究领域叫空间物理学, 它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就是从太阳爆发到地球磁暴。 所以首先报告中我们先简单地了解一下空间物理学的研究内容。 那么随后我们将谈到太阳爆发和它引起的地球磁暴, 以及在这些现象中所加速的能量粒子, 这也是我个人的主要研究方向所在之处。 那么首先我们看看空间物理学它研究什么。 空间物理学它主要是利用空间飞巡器, 也就是卫星、飞船等来直接探测, 在空间中直接探测和研究太空中的物理现象和过程的学科。 它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 它的发展呢, 以人类进行太空探索活动能力的进展密切相关。 1957年10月4日, 前苏联发射了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Spottenic One。 那么这个卫星的发射呢, 开启了空间时代, 同时也极大的刺到了美国。 使得美国人加速了卫星的研制工作。 于隔年1958年1月31日, 美国发射了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探险者一号。 探险者一号进行了很多重大的空间观测。 其中一个观测呢, 发现在地球附近的一个空间区域中, 汇集了大量的能量带电粒子。 这个区域被称为辐射带。 空间辐射带的发现呢, 标志了空间物理学的开启。 于同年, 1958年10月, 美国成立了国家宇航局。 那么中国的空间物理学专业呢, 包括北大的空间物理学专业, 也建立于1958年以国际同步。 那么我们知道, 空间物理学是研究太空用的物理现象和过程的学科。 那么它现在研究的空间范围主要在哪里? 那么在上面这幅图显示的是把三维的宇舊空间, 简化到一维的对数坐标系的一个示意图。 从左侧的太阳出发向外, 我们可以看到八大行星和冥王星, 包括地球, 木星和土星等。 那么其次呢, 是我们的观测研究显示, 太阳会持续地向外进向发射带电粒子流, 被称为太阳风。 太阳风呢, 也在星际空间中会吹出一个巨大的空枪结构, 那么如下面的动画所显示, 那么这个空枪结构呢, 被称为日球城。 那么现在这里呢, 这里是日球城与星际空间的交界之处, 它的距离位于这里。 目前我们知道, 与行者一号和二号飞船, 它就正好位于这个边界之处。 那么从边界往外呢, 是我们的星际空间和恒星系统,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离太阳最近的恒星, 比灵星它所在的距离所在之处。 那么我们前面提到, 空间物理学它的观测手段, 主要是利用空间飞行器, 在空间中进行直接测量。 所以它研究的空间范围, 是空间飞行器, 也就是人造卫星等, 能够到达的太空区域。 现在我们研究的范围, 主要是太阳和日球城。 那么随着人类它进行太空探索能力的进步呢, 那么我们的探索的区域呢, 会逐渐地向宇宙空间扩展。 研究空间物理学具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首先在学术上, 它可以帮助我们认知宇宙空间, 实现人类对真理和本质的不懈追求。 那么在应用上, 它可以帮助我们预警和预报, 灾害性空间天气效应, 保障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太空探索活动的安全性。 什么是灾害性空间天气呢? 那么这个动画显示, 那么太阳的爆发性活动呢, 可能会导致地球空间的一个剧烈扰动, 引起地球磁暴, 从而危害在空间中的卫星渔气和人类, 以及地面的输电网络, 石油管道等系统造成损失。 那么研究空间物理学, 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和避免这类损失。 那么下面我们将简单地介绍太阳爆发和它引起的地球磁暴。 太阳爆发性活动呢, 主要分为两大类, 太阳药斑和日面物质抛射。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左侧的动画呢, 它是由SOHO卫星在2003年10月底, 对太阳进行的极紫外线波段的成像观测。 在日面上的局部区域中, 会不时出现突然增量的现象, 能量被释放, 物质被加热, 带电粒子被加速, 那么这种现象呢, 会成为太阳药斑。 所以这是左侧的动画, 那么右侧的动画呢, 显示是SOHO卫星对太阳高层大气日面的白光成像观测。 那么在这个观测中呢, 我们在仪器的前方放一个圆形的挡板, 折挡住来自于日面光球层中直接来的可见光白光, 从而观测日面大气来的白光。 那么日面大气中来的白光呢, 是来自于日面大气中的电子, 对于光球中产生的可见光的散射而造成的。 其中增量的结构呢, 显示了那个地方的物质的密度很大。 在这个动画的成像观测中, 我们看到太阳会不时地向行星期空间中抛射出大量的团状物质。 那么这种现象呢, 被称为日面物质抛射。 具体我们来看看太阳也要颁的一些基本的特征。 那么他的首次发现呢, 是在1859年9月1日, 由英国天文学家Richard Carrington, 在观测太阳黑子时, 他发现了在这个AB说似的这个区域中, 黑子区域中突然出现了增量的现象。 那么这个增量现象持续了几分钟, 那么他把这个现象汇制到了日面的一个图片中, 那么就是由这个图所显示。 这幅图呢, 也被认为是对太阳药斑的手持观测。 那么现在的研究,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 太阳药斑是在太阳大气局部区域中, 由于磁充联的发生而产生的爆发性的能量释放现象。 它的持续时间可以从几十秒延长到几个小时。 下方的这两个卡通图显示了在磁充联过程中, 不同指向的磁场子力线, 它会相互靠近发生断裂并进行重构。 在这个磁充联过程中呢, 能量储藏在磁场中的自由能会被释放, 勇于加热物质加出带电粒子。 太阳药斑在观测上的最主要的特征呢是, 电磁辐射波段急剧增大, 例如在大药斑期间, 磁外线和X色线的辐射可增强100倍, 那么依次大药斑释放的能量可高达10的25磅胶耳, 这相当于1000亿个广岛原子弹, 它同时爆炸时所释放的能量种植。 在太阳活动高年的时候呢, 每天我们可以看到数个药斑的发生。 那么对于日缅物质抛射呢, 它的首次发现是在空间时代开启之后, 由第七颗环绕太阳天文台卫星完成的。 那么这个卫星在1971年12月13日到14日的, 对于日缅大气的白光观测显示, 那么这个日缅的西南角有一些增量的一些团状结构, 那么这些团状结构呢, 就表示有大量的物质被抛射行进去空间, 这种现象随后就被称为日缅物质抛射。 那么在日缅物质抛射的发现之后呢, 科学家们开始追溯人类之前的, 在日缅时对于日缅的一些记载。 那么发现在1860年7月18日, 一个日缅时时, 在西班牙, 那么有科学家画了对日缅时的一个绘图。 我们看到这个绘图中呢, 除了一些镜像向外的这些结构, 可能对应的是太阳风和窥面状结构, 那么在它的右下角呢, 出现一个团状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呢, 也被认为是日缅物质抛射的第一个绘图。 那么在日缅物质抛射它是怎么产生呢? 它是在日缅大气中, 那么有一团物质它突然被加热和加速, 当这些物质的速度超过了太阳的逃逸速度时, 那么它们就会被抛射到行政级的空间。 大的日缅物质抛射呢, 它可以抛出十余动物质, 它的这些物质的传播速度能够达2000公里每秒。 那么2000公里每秒对大家是一个非常枯燥的数字, 那我们可以稍微的对比一下。 那么目前人类飞机所能到达的最高的速度呢, 是每秒1.2公里左右。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太阳物质抛射它的速度要远远的高于这个速度。 那么在这些现象中, 日缅物质抛射会携带着大量的质量、动量和能量在行政级空间传播。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尺度的现象。 在太阳活动高年呢, 太阳每天会发生数次日缅物质抛射。 那么这张图呢, 对比的是在日缅附近的一个常规的日缅物质抛射它的一个空间尺度, 就是从这里。 那么将这个尺度呢, 我们以八大行星和冥王星的尺度, 进行了一个真实的对比。 我们发现日缅物质抛射它的空间尺度也要远远大于这些行星的尺度。 那么由此, 那么我们这边可以指出的是, 那么在不论是太阳爆发和日缅物质抛射, 它所涉及到的各种尺度, 包括质量、动量和能量, 它的范围呢, 要远远高于地面实验线的时候能到达的范围。 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太阳和整个日求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天然的实验室, 来用于研究在空间中所发生的各种现象。 这个是地面实验室无法做到的。 那么这个动画呢, 是我个人非常比较喜欢的一个动画, 它是利用在地球附近三颗卫星上不同的仪器, 在七个不同的波段上对太阳这一次太阳爆发性活动进行的成像观测。 我们看到在日缅大气的这个区域中, 能量突然被释放, 物质被加热, 带电粒子被加速, 那么随后一个色线, 一个色线同量增强, 然后伴随着大量物质抛造行星期的空间, 随后我们会看到屏幕上出现雪花状斑点, 那么这些雪花状斑点呢, 是在这次太阳爆发性活动中被加速的高冬粒子, 它沿着磁力线逃逸到行星期的空间, 传播到飞船之后, 造进入仪器中产生的仪器效应。 那么由此, 我们知道太阳爆发会把大量的能量, 物质和高冬粒子注入到行星期的空间, 当这些高冬粒子和物质向着地球滑上传播时, 当它们到达地球附近, 可能会引起地球空间环境的扰动, 当扰动剧烈时呢, 会称为地球空间暴和磁暴。 那么地球磁暴呢, 它主要的观测体现呢, 是在地球磁场的水平分量, 它在一到几个小时内, 首先会急剧下降, 然后在随后的几天之类会恢复, 那么这个下降的幅度呢, 会定义为一个地磁导动指数, 也就是DST指数, 用于定量的描述磁暴的大小。 那么前面我们提到的1859年那个Currenton事件所引起的磁暴呢, 它对应的DST指数呢, 为负的1700NT。 那么这个指数呢, 对应的释放的总能量相当于5×10的16次方胶尔, 也就是800个广岛原子弹同时释放的能量的一个总和, 所以它可能会造成一个剧烈的空间活动的扰动。 那么这些剧烈的空间活动扰动呢, 会导致一些灾害性的空间天气, 例如会危害在空间中的航天气和仪器的一个安全和性能。 因为在地球空间暴期间, 空间中的高能带电粒子的同量会急剧增大, 那么例如高能电子呢, 它同样也会急剧增大, 那么这些大量的电子呢, 它会穿过卫星的蒙皮, 进入到卫星和仪器内部, 那么当它撞击绝原体时会产生刺激电子, 那么当这些刺激电子增加速度过快, 超过了它刺激电子泄露除绝绝原体的速度时, 会引起放电线伞, 从而击穿和损怪原器件。 那么所以这类电子呢, 我们通常系称它为杀手电子。 那么在2010年5月11日, 如地球磁暴所引起的杀手电子暴, 就导致了美国ATNT一个通讯公司, 主要通讯公司的一个通讯卫星, 变成了失灵, 变成了僵尸卫星。 那么这个卫星它重达两吨, 那么造价为5亿美元。 那么在地球空间暴的期间呢, 它也可以会引起电离层的一个剧烈扰动, 那么从而对导航系统造成影响。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目前人类的生活 以导航系统密切不可分割, 那么飞机、轮船、汽车, 即使我们手机所使用的导航, 都会利用到导航卫星系统。 那么在地球磁暴期间呢, 这个空间的扰动会使得导航信号 在电离层的传播发生偏差, 从而使导航系统失灵或失效。 那么这也是会对人类的生活带来 非常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 会带来很多的不方便。 那么还有呢, 我们还提到在空间暴期间, 空间中扰动的磁场呢, 会产生电厂。 那么这个电厂呢, 在地面上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管道系统, 例如输电网络和石油管道系统中, 会产生很大的电压降。 当电压降达到一定程度时呢, 可以击穿设备。 那么例如在1989年3月13日, 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发生过一次大停电事故, 那么这个大停灌事故, 它使得一个很大的区域中的停电, 长达9个小时, 影响的人可高达600万人, 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为数亿元。 那么这个大停电是怎么造成的呢, 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地球磁暴, 那么它引起了地面的电厂, 使得这个输电网络的电压降击穿了输电辩电设备, 所以造成这么长的损失。 那么除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 我们还可以提到一点, 在1989年3月, 那么在加拿大魁北克省, 它的室外温度是零下16度到零下20度左右。 那么我看这么低的温度, 那么人类需要取暖, 那么现在社会的人类的取暖, 取暖设备主要依据于电, 那么这么长达, 这么长的停电呢, 对于人类的生活也造成了非常的不方便。 此外呢, 在地球空间暴期间, 那么空间环中的高能粒子辐射会大大增强, 那么高能粒子辐射呢, 可以损伤人类的DNA链接, 那么从而影响人类在太空中的空间活动。 那么前面我们, 那么前面我们提到了地球空间暴, 它引起了灾害性效应, 但是房市都有两面性, 那么这里我们谈到地球空间暴的另外一面, 就是它对自然界, 是对人类的一个溃震, 极光, 那么极光我们大概很多人都知道它是什么, 它是在高位区域夜晚中所看到的一种大气的绚丽的发光现象,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左侧的这个图呢, 是由德国的同事在一个磁暴期间所观测到的, 在哥丁根附近所拍摄的这个激光, 我们看到它上面是红色, 那么下面是绿色, 那么右侧图呢, 是我们北大同事访问阿拉斯加的时候, 用手机所拍摄的激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激光的颜色呢, 主要是红色和绿色, 然后它的形状呢, 可以呈现玄状或带状, 通常激光它是蠕动的一个姿态, 非常的震撼, 那么在人类的历史上呢, 也有很多对激光的可能的记载, 比如我国的三海经, 大方北经, 中对竹龙这个神明的描述是, 西北海之外, 赤水之北, 有张伟山, 有神, 人面蛇身而刺, 直目正成, 其名来会, 其事来名, 不失不寝不息, 风雨是也, 是竹酒云, 是竹龙, 那么处词天文中也提到, 日安不道竹龙合照, 那么对于神明而言呢, 它通常可能是早期的人类, 对一些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的敬畏, 所导致一个崇拜现象, 那么对于竹龙这种神明呢, 我们看看描述是它位于极北之地, 很北的地方, 然后呢, 它的形状像蜿蜒的蛇身, 它的颜色呢, 是红色, 那么它睁开眼睛呢, 就是白色, 它闭上眼睛就是黑暗, 那么它可以照亮黑暗的地方, 那么这个描述呢, 很可能对应的就是早期人类, 很早的人类对于极光, 这种现象的观测, 然后把它对动现象的一个, 的敬畏, 然后把它上升到一个神明的角度, 《死记赠义》中也描述了, 对皇帝的现象有一些描述是, 母约父宝之旗也, 见大殿绕北斗书星, 感儿怀孕, 24月而生皇帝于寿秋,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描述的大殿, 皇帝的母亲父宝, 见到了大殿, 叫北斗书星, 那么这很可能它看到的就是极光, 那么这是中国早期的一些记载, 那么在国外的早期, 人类的记载中, 也出现了极光的一些记录, 例如亚述七星文字里版, 它就记载了, 在公元前680年和公元前650年期间, 那么出现了一些奇特的自然现象, 包括红光, 红云和红色的天空, 现在这些记录被认为是, 人类历史上对极光确切的, 最早的一个记录, 此外巴比伦的石碑, 它上也用七星文字记载, 在公元前567年3月12日和13日的晚上, 一晚天空中出现了红光, 那么这也是被认为是早期的极光记载之一, 那么从物理上而言, 极光它是一种能量电子, 沿着能量电子引起的大气发光现象, 那么在地球空间暴期间, 能量代电粒子同样增加, 那么这代电粒子沿着地球磁力线运动到高位极区, 那么曾经用大气中, 以大气中的原子和分子发生碰撞, 那么碰撞之后呢, 这些原子分子被跃迁到激发态, 当它们退回到激态时候呢, 会辐射光子, 从而产生美丽的极光, 那么简单而言, 这个图像是可能在200公里以上,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目前人类人也能看到激光, 都是由电子的一层激光, 那么在200公里以上, 有可能电子是以大气中的氧原子发生碰撞, 产生红光, 那么在100公里到200公里之间呢, 这些电子可以氮原子和, 或是四次级电子氧原子碰撞, 会产生南光和绿光, 那么在100公里以下呢, 那么电子会于大气中的氮分子碰撞, 那么产生次红色光,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之前所显示的, 在哥林根属一个大磁报期间所拍摄的光, 我们看到最上层确实是红光, 那么中间是绿光, 那么在比较靠近地面的高度上, 也出现一些红色的光运的光, 那么它可能产生图像就是你这幅图所描述, 那么激光它主要是, 产生的区域在哪里, 那么右下途中, 这个绿色阴影区域给出的是, 经常目前在北半球上, 经常会看到的极光的一个地理区域, 那么它被称为极光红圆带, 那么这个红圆带呢, 它是以地球磁轴为中心, 那么地球磁轴呢, 与地球的自旋轴并不重合, 它的夹角目前大概是11.5度左右, 目前地球磁轴它是向着北美洲, 美洲内侧偏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红圆带, 也是向着北美洲的方向在移动, 激光红圆带通常位于的区域呢, 是磁尾的75度到65度之间, 那么中国的最北之地呢, 是黑龙江省墨河, 墨河的地理纬度呢, 是3.5度, 那么地磁纬度是43.9度, 这个纬度只属于中纬, 所以墨河只有在极大磁暴的发生的期间, 才可能看到极光, 那么这个发生频率据估算的, 大概是每10年中发生一次, 那么目前北半球的最佳观赏, 极光观赏之地呢, 是加拿大北部, 美国的阿拉斯加,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格陵南岛, 宾岛和北欧几国, 那么我照须, 如果大家呢, 那么极光呢, 它是一种非常震撼的自然景观, 那么如果在疫情结束期后呢, 大家有机会的嘛, 非常建议大家实地去看一下极光, 感受一下这个非常震撼的自然现象, 那么我们今天谈到的是空间物理学, 所以我们换个脚步, 从太空中往下看待极光, 那么这个电影呢, 暂时的是国际空间站向下拍摄极光的极光, 非常震撼。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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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